第1899集 太阳星很大 温度炙热 不时有流火蹦践 冲向狱外而来 叶凡使一临近就听到了模糊的诵经声 这是一颗璀璨的神星 存世悠久 刻上了一道道烦傲的神痕 苍眼在这颗古星诞生 在这一刻 他意识到 这是苍延的出生地 这里有其本源起息 磨刻下了关于一位火灵的不灭印记 这是一位大盛的东府 叶凡自然不敢大意 睁开原天眼 且眉心正中出现一道缝隙 是第三只树眼 修士在仙路上有寂寞 也有收获 逐一打开身体宝藏 就是道果 叶凡择折 杀机无限 这里诞生过圣灵 无需布阵 本身就是一处禁地 有许多天然的大道纹落 正是因为如此 苍延自己没有多做部署 上苍赐予他的先天阵徒就足够了 可以阻挡外人探索 况且他身为一尊圣灵 只差一线就迈入了准地境 平日谁敢惹呢 镇文对于他的洞府来说无用 这让叶凡庆幸 他修有元术 在十年前迈过了那道关卡 成为了真正的原天师 对于大自然形成的神脉 矿地 古道痕 他最有研究 对于别人来说 这里是生命禁地 而他只需思索 琢磨 就可以通过 一道道火光冲启 太阳惊火滔天 叶凡小心的控制 移开一片又一片的先天道痕 将道路清理出来 通向一片洞府 在太阳星内 有一片宁静的道徒 神华四溢 是一处理想的修道之地 太阳内有这样一座 巍峨磅礴的石山 真是不可思议 龙马与九尾恶龙面面相去 眼前所见很梦幻 一座巨山在太阳火晶中漂浮 如茫茫大海上的一座 岛屿高达数万丈 通体呈黑色沉重而古朴 不说其他 但是这座黑色的石山本身 就是一件难得的至宝 圣灵就是在山中诞生的 它充满了不朽的神性力量 龙马大吹一惊 这似乎是一块混沌石 九尾恶龙也上前 眼神炽热 连身体都颤抖了 真的是混沌石 混沌石很神秘 极其罕见 内部一般会蕴含有鲜料 万古罕见 相传 吴史大帝就是在秦岭 得到一块混沌石 提炼出鲜料 才炼化成震撼世间的吴史中 桌里有如此大的一块混沌石 怎不让人震惊呢 叶帆仔细观察 动用通天动地的元术 看透了每一寸石料 最后露出异议色 这块神石孕育出了苍颜 当中还有部分神性精华 将来可能还会诞生出一层火灵来 难怪苍颜没有炼成兵器 这对于该族来说是一处母巢 至于太阳中 数十上百万年后可能会运出一个同类 混沌石本身就是至宝 炼成一件大圣兵绝对没有问题 而今他内部还有一些神性物质 自然被叶帆关注 这些神性物质若是送到永恒主星上去 说不定能炼出第六阶段的进化液来 叶帆亲自动手 汲取出一道道经营的石疆 可惜还没有转化成九窍石人神叶 还只能算是一种矿物 他们等不了那么漫长的时间 因为最少也需要数十万年才能转化 才能出具石人形 龙马眼中炙热 一会儿你们助我 将它炼成一块梵天印 他们攀上这座混沌石山 安宁的道石 断石升起一道道太阳火晶 可以将圣人焚烧成灰烬 却难以奈何混沌石分毫 他们都非返北 施展避火爵 自然可以抗衡 尤其是叶帆本身就有修过太阳仙经 这种地方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这么多宝贝 他们进入一座古洞中 就发现了大量的奇珍 绝大多数都是火属性的材质 硕硕生灰 烧 一个毛都不给他剩下 龙马深受黑黄影响 如蝗虫过境 连苍颜的床塔甚至打坐的铺团都没有放过 洗劫了个干干净净 九尾恶龙发现了一个罐子 这是什么东西啊 打开的刹那火精撕射 差点将它灼伤 罐子内是通红的液体 宛若岩浆 可是却又阵阵香气扑鼻而来 让人沉醉 叶凡低头 这是火精神芝 看了好长时间才认出 心中震惊 这种东西很难得 寻遍天下也难以得到一滴 可惜 这种东西各族都无福消瘦 敢喝下去的话 必成结灰 这是火精中诞生的神芝 叶凡当即没收 这是炼制九转仙丹的主要之一 除了炼成此丹外 根本没有办法服饰 这种逆天的东西 也许过去万古都用不上 可也不能弃之或者糟蹋了 九转仙丹是神话传说中的古丹 永恒主星的进化液达到极尽 也许能触碰到这一仙丹的门槛 可惜呢 自古以来 没有谁能炼制出来 有的只是传说 至于一些古星发现的仙丹碎片 或者谣传有古人曾炼制出 都经不起推敲 包括永恒主星的炼丹秘方 也不能尽兴 应该不是真正意义上 九转仙丹或者古方 龙马疑惑 这是什么东西 他冲进洞府深处 见到一片小树 全都不过一米高 每一株都晶莹剔透 射出一道道的神霞 叶凡先生一阵 而后仔细观察 心中矩阵 他不得不惊叹 火足圣灵苍颜的收藏 太丰富了 这种场景 他曾经历过 故此第一时间认出 这是不死妙树的培养地 这里很清凉 并没有灼热的火精 而是一片玉智神秘 这片玉树并非雕刻而成 都扎根在地上 根睛如囚笼 这里共有四十九株玉树 颜色各不相同 有的如红玛瑙 犹如碧绿如叶 还有的似黄金一样璀璨 叶凡道出了古籍中的记载 不死妙树 在圣经中位列绝顶地位 一旦养成纪念完毕 可以说通天彻地 有人曾持他而天下无敌 什么 这就是不死妙树 有成奇妙古术的东西 龙马震惊 而后狂咽口水 据说是神话时代 一味道人炼出的古堡 将纪念方法传了下来 威力绝伦 他四处学没 寻找正术 大眼之术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与大道有关 当还有一株 是为那顿去的一 也就是那株 真正的奇妙古术 这四十九 不过是他的 汲取鲜花所用的株体而已 在这里 龙马终于见到了 他悬在上方 根精扎根虚空中 汲取虚空之力 显然 就是苍延为自己祭练的兵器 而今依然在养成中 时间未到 还没有彻底化为 无敌的大圣兵 龙马大叫着可惜 可惜了 还没有熟透 你不许我 那我输了 就为恶龙说到口水滑滑的 这株古术高能有一米 上面生有七个枝呀 撑破苍鱼 像是可以开天辟地 你知足吧 若是等他成为大圣兵 即便送给你 你也收服不了 他运转兵子绝 掌心力时浮现一节 断枝 生有七片叶子 精英剔透 与那古术相仿 只不过小了一节 这是叶帆当年在 仙府世界所得 仅为一节短枝 一直未曾用上 龙马问道 不对 虽然是短枝 怎么有一股可怕的兵魂波动 叶帆点头 当年他曾在北域神城 切过一块 其实里面有一种 难以想象的东西 兵魂 可修复各种古兵 最终他用在了 不死妙术的身上 可惜他终究只是一段 枝雅 缺失太严重 兵魂内运其中 未能让他真挚无缺的地步 摘下他 叶帆让龙马上前 摘下虚空中的奇妙古术 可是他还未完美 如今只能练成一件圣兵 龙马心疼的说道 你能够呛